九个妖艳少妇正在广场上换衣服 突然闯进了一个帅哥 少妇们一看顿时吓坏了 纷纷掀起裙子盖在了头上 帅哥哪见过这场面 瞬间也蒙住了 听到此话 妹子们这次放下了警惕心 慢慢露出了绝世容颜 你还别说 这一个个娇羞的小模样 像极了你的主演女友 有蒙古特色的 有波斯特色的 还有阿拉伯特色的 要说最好看的还得是这个 两个纠约有人的大眼睛 高鼻梁粉嫩小嘴唇 谁看谁迷惑 但作为配音员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可惜的是 这九个异域美人并非帅哥的妻子 而是当地最大土匪头子 阿普杜拉的妻妻 两年前 红军脚匪大队攻破了阿普杜拉的山寨 但进去后并未发现一个土匪 反而找到了一排高举双手的妹子 经过了审问得知 阿普杜拉早就跑了 为了不受连累 这次狠心丢下了自己的后宫 可眼下棘手的是 如果红军接手了这九个妹子 势必会连累行军速度 比如说剿匪了 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如果对他们不管不问 这九个妹子肯定会饿死在沙漠中 盛当队长一冲莫展之际 红军传奇战士苏沃夫 刚好送方路过 队长发现后 灵机一动赶紧明强叫停了他 两人一番拉扯 苏沃夫成功上当 他主动请战 愿意护送这群妹子 到前面的奔杰特 队长一听心中气息 便将一名红军小战士 比特及九位妇女交给了他 要求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 自己则率队去追缴阿布杜拉 苏沃夫接到了任务 不禁犯了手 既要保护这些妹子的生活 又要保证他们不遭土匪的伤害 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一路上苏沃夫是万般小心 不过还是被土匪盯上了 不知不觉 几人就落入了土匪的陷阱中 而苏沃夫还浑然不知 他将妹子安顿在博物馆 转身就朝着海边而去 说不知他前脚刚走 小战士就被土匪一拳放倒 随后土匪趁苏沃夫 有勇时偷走了他的胚枪 可苏沃夫发现时为时已晚 面对说明土匪 苏沃夫只好乖乖地 就反任务处置 土匪也不默解 打听完红军的动向 就要枪毙他 关键时候 苏沃夫赶紧摘下了自己的手表 想用贿赂对方饶他一命 土匪一看顿时乐开了花 哪知苏沃夫突然夺过了他的枪 然后一个后院 啪啪就是两枪 当他想要转身去找第三名土匪时 却发现对方早已被人控制 定眼望去 原来救他的是沙伊德 此人也是土匪 两天前因为和阿卜多拉闹掰 被埋在了沙漠中 要不是苏沃夫及时出手将他救出 沙伊德早就为了秃鹰了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他一路悄悄地尾随暗中保护 要不是他多留了一个心眼 苏沃夫这次可真的就要栽了 解救完了土匪两人火速赶回城里 经过了一番商议 苏沃夫决定将妹子藏在博物馆 然后进行布防 但他们人寡适当 压根就不是阿卜多拉的对手 于是苏沃夫命令彼得 赶紧去动员沙皇海关税收员为猎 想尽一切办法 从他那弄一顶机枪一方不测 为猎这人也查了 一天要对付土匪当即答应了下来 甚至要一筒钱去对抗来犯之地 可惜妻子却是个胆小鬼 他怕丈夫搅在了是非圈 惹出麻烦 一不小心让自己当了寡妇 于是便百般劝拙 不光不让丈夫参加 还不准给他们武器 没办法 苏沃夫只好求助当地的老人 但他们常年被土匪欺压 即便是想帮忙也不敢 不过好在天无决人之路 苏沃夫阴差阳错地 从老人的屁股下发现了一箱炸药 如果利用好了 炸死几十个土匪 应该不成问题 此前想后 苏沃夫将捡来的一箱炸药 安装在了海关货船上 他端定如果阿卜多拉前来 必定会乘坐紫船撤退 到时候只要对方敢发动货船 定要炸他个粉身碎果 男人正在沙漠中行走 突然被赶来的三名土匪拦住了去落 对方二话不说 上来直接铭枪失敬 丝毫不给沙伊德解释的机会 眼看对方叫杀到 沙伊德网得钻到马下 举身就是一顿射击 独威躲避不及 纷纷地掉落马下 紧身的一名茶几势头部队 立刻转身逃走 沙伊德见状当即六马追赶 不料刚跑到沙丘上 就被眼前的一幕吓破了胆 最近数百杆枪 齐刷刷地瞄准了过来 喊话之人正是土匪头子阿卜多拉 面对这个大恶魔 沙伊德赫姆德当场杀了他 但此时只能为其纠权 第一保命要紧 第二找机会给苏科夫报信 而此时苏科夫也没闲着 他在博物馆内精心布置陷阱 又将身旁能用的武器 全部都修理了一番 最后躺在楼顶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阿卜多拉果然杀了过来 他率领大军直奔博物馆 资料和当时的红军一样 扑了个空 诺大的房间里 除了自己的九个老婆毛都没有 想着自己的媳妇 可能已经为苏科夫霸占 这个恶魔果断掏出了枪 想挨个处死自己的妻子 那位一看瞬间吓坏了胆 逃到哪里都是 根本不敢反抗 千军一发之际 苏科夫感到 他从背后瞄准了阿卜多拉 威胁对方扔掉手枪和匕首 然后指挥手下离开宾杰特 阿卜多拉短时间内没有策略 只好一一应远 我以为苏科夫操纵了整场节奏 其实已经成了瓮中之兵 阿卜多拉假装投降 暗地里是打破了只有15岁的娇妻 残害了红军小战士 又跑了出去 看着战友的尸体 苏科夫自制不敌 眼下只能脱 等着剿匪大队前来才行 此前想后 似乎夫决定带着妹子 藏到油罐里 这样即便被发现 对方也奈何不了他们 但阿卜多拉也不是吃醋的 他命令手下 对整个城堡挨个搜查 最终一位妹子 扛不住空气污浊 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 暴露了伤身之处 阿卜多拉听到了声响 对着油罐就是一缩罐 那颗连皮毛的伤口 听到里面焦气的声音 阿卜多拉顿时火矛散 他当机下令放火烧了油罐 折腾土匪准备点火时 沙耶德突然翻水 率先点燃了他们的油罐车 而斯霍夫也趁乱从银钻爬出 对着下面的土匪就是一阵互作 众匪瞬间退不成军 跑个哪儿哪儿都是 海面上正在帮土匪逃跑的围猎 听到了枪声后 也加入了围剿队伍 还利用货船环境 逐一将土匪击毙 成功控制了局面 不幸的是 因为双方距离较远 维利没有听到苏霍夫的劝告 触动了货船的炸弹 当场化为了泡影 而阿卜多拉最终也因为分神 倒在了苏霍夫的枪口下 晚上苏霍夫找到了剿匪大队 将九个妹子交给了他们 而他自己则与众人告别 带着胜利的喜悦 继续踏上归途之路 虽然九个妹子没有跟着苏霍夫走 但他当时幻想的那一幕 代表了一切 毕竟是男人嘛 换作谁成天和九个大美女 待在一块都得犯点错误 你们懂的 不过电影本身的含义呢 还是解放中多女性 为第一叙事中心 至于更深刻的东西 在这里不便都说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观影解读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